哈 哈嘍晚上好 晚上好 讓我看看是哪些小狗 沒有看我的直播 不不不 來了的不是小狗 不來的才是小狗 看小狗們 這是你們的老大 大狗 這是大狗狗 大吧 大狗狗 嗨老大 老大上班了 幫我播一會兒 我穿的暖耳朵 你怎麼能用頭來形容它 它是 它又不是豬 晚上好呀 晚上好呀 謝謝因為你笑起來很好看 所以才得螢光棒 好早 因為 我今天其實只睡了三個小時 但是我已經過了一天了 我覺得 如果再熬下去 就是說 再等晚一點 可能我就是那個不直播的狗了 為了不讓自己成為狗 所以我想的早點播 那天看 沒有 下午在外面有事兒 嗨晚上好 眼圈黑了嗎 你猜 嗨,謝謝龍蕊蕊群球最後一支正素粉的奶茶 晚上好 這才是正確的直播時間 就是說晚上直播 而不是半夜的陰間直播,對不對 咱們要正常時間的正常的見面 而不是鼓勵大家一塊熬夜 我是正能量小偶像 我要帶大家正常的作息時間 這個頭髮其實感覺沒有什麼很明顯 但是它又有點顏色 它就是姐姐說的那種我頭髮下面掉的那個顏色 它叫去染遍拳頭 現在確實拳頭都變成這個顏色了 謝謝 謝謝 希希的糖果 耶,我是聰明人 謝謝人的糖果 半夜翻牌,哦,你提醒我了 我待會兒還要翻個牌 诈毛可能是因為已經過了一天了 這個頭髮已經成了我非常喜歡的一個髮型了 不在不在 不在,我說了我不在 我請假了已經 都說了 聖誕節不來見我,我們就有緣再見吧 謝謝波子的糖果 謝謝愛希希的糖果的聖誕帽 我跟你們講這個衣,這個衣服真的非常的暖和 我 明年見不見再說吧 我在家 你看 你看元旦去不了的隔著破房的 但幸好你看我也不去 剛說完了我不去 我請假了 上一次都告訴大家了 不來的話我們就下一次有緣再見了 明年什麼時候見再說吧 這不是那個鯊魚 鯊魚是藍的,這個是紫色的 元旦喝喜酒 我請不請假 你也不是來看我的 有什麼關係呢 也不知道你的推有沒有請假 這件衣服 我跟你們講我裡面那件衣服更好笑 我今天打開給我爸看 我爸叫我不要丟人趕緊穿上 我有好多的娃娃 我今天在路上跟我爸講 我有好多娃娃 我爸說你多大了 可是我好喜歡 我就是因為這些娃娃買了這件衣服 高愛然幫我別的 別了可久了 我今天一天都把它藏在我的衣服裡面 我怕別人看到了笑我 但是我又很喜歡 我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 就反正是隨便買的一件衣衣 這也不貴 大家知道的 我很窮的 我身上這件外套才120多還是130 但是它超級厚 所以我打算 我是打算穿它去上海的 這已經是我最後的衣服了 就是再厚一點再貴一點 我真的買不起了 我的想法就是 我把所有厚的衣服都套在身上 總不至於冷死我吧 如果冷死我就算了不活了 藏起來 不給大家笑我的機會 我已經快22了 我不能這麼幼稚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成熟的人 上海更冷一些 對啊這天真的好冷 我晕動死我了 我剛回家我真是 止不住的在打抖 他我覺得他洗的時候 可能要把他們全部拆下來 因為他送來的時候 這個娃娃就是單獨一包的 然後 然後他就是說要自己單獨別 謝謝 牧羊者協會的聖誕嗎 我一眼看成了生日蛋糕 我想怎麼現在生日蛋糕沒有特效了 晚上好 說到公主我真是無語了 就是這個咪咪啊 她是個女孩子 她真的覺得我是 她覺得是我回來佔據了她的寵愛 可是她有沒有想過 她才是後來的 我以前那個沙發我最喜歡的地方 現在是她的了 我今天回來躺在那兒 她一直踩在我身上不下去 我在想她為什麼要踩我 然後我爸過來跟我講說 你靠的那個枕頭是她的 嗯 那咪咪就是我的枕頭 然後就是以前就是在家裡吃 喊吃水果只有我嘛 我今天回來我爸說快去把水果吃了 然後我說這句好 我站起來發現水果在哪兒 結果我發現她在喊咪咪去把她狗丸裡的水果吃了 這年頭連水果都有人跟我搶了是吧 然後我又在冰箱裡看到了切好的梨子 我說哇梨子 我爸說那是咪咪喜歡吃的梨子 我說那必然是要在我嘴裡的了 我絕對不會留給她的 現在就是 顯得我 就是說 就是 我非常像一個吃醋的人 我可能是喝醋 我不是在吃醋 而且她在外面老是要我爸抱她 就是那種走兩步 她像那種撒嬌女人一樣 就是不是撒嬌女人最好命嗎 就可能有些是那種 比較兇殘的 但咪咪就是那種 咪咪就是那種 她蹭你啊 就那種 你幫我嘛好不好 你幫我 人家不想走了 你幫我幫我 幫我幫我 幫我 我叫你抱我了啦 她是這種感覺的 跟那種 抱老子 不是 不是我也不用我爸幫我走路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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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可以幫她走路 她有四隻腳 她都不自己走 她上車要抱 下車要抱 走路要抱 她是不可以獨立行走嗎 請這隻狗能 學會一下自己獨立行走行不行 每次都覺得 唉 活得不如一條狗 然後我幫我講什麼 這個是什麼鴨肉的狗糧 心想我都沒有吃 我有多久沒有吃過鴨肉了 那個這是我鴨肉的狗糧 然後今天下午就是 就是我現在的房間 大家能看到 應該非常卡通 然後呢 這個房間已經是我住了二十年的了 就是我從 也沒有二十年這麼長 但是也有個十四五六年了 就從我上小學開始 我的房間就長這樣 然後想換個單人床 今天下午去看床 然後我在每家床的店裡面 去走著的時候 你知道吧 就是戴這個口罩 我就是特地穿了一個這個衣服 我覺得要顯得我成熟一點 我不可以掛著一身的娃娃走進去 那顯得我很不像一個來買床的 然後別人會覺得我是小孩子 他就坑我 然後我就走進去的時候 就是我盡量做的很冷 就是很冷漠 我也就是問的是 覺得就是問 他要介紹一大堆 就說不用了 我說多少錢 然後呢 結果今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走進去的每一家店 他跟走後面 你好需要點什麼 然後我剛好問這個床 我說你這個床 他說哇你的頭髮好漂亮 他說天啊你這個造型好好 他說你這個頭髮好好看做的 然後呢 我說 嗯 謝謝 然後他說 他走在門口送我出來 還要說 真的很好看 你這個頭髮 這個卷好漂亮 我說啊真的嗎 謝謝 我那瞬間尬住我了 就是有被尬到 但是他又說的很認真 他不是那種很敷衍的那種 他是真的突然一下就說 哦你這頭髮好漂亮 你這頭髮做的挺好看的 然後走到下一家店 他就是我還沒 我剛才我是這樣走進去的 就是這樣 就挺酷的這樣走進去嗎 就我挺酷 就我是一個酷 girl 然後我就是這樣走進去的 謝謝的Juice的螢光棒 謝謝愛希希的禮物 然後呢 我就這樣走進去 我剛想張嘴問 我說 因為那個店是什麼 就是亞蘭還是慕斯來著 就是那種頂級中的那種 床墊中比較貴的東西了 然後呢 我跟我爸說想講講見識 然後我們兩個 就非常淡定的走了進去 我剛想張嘴問 我床多少錢 我剛好問呢 然後 然後呢他就說 然後他馬上就說 他說 外面很冷嗎妹妹 我說 嗯 我說外面很冷 為什麼很冷 他說我看你穿的挺厚的 我說哦哦哦哦 我說其實 我說其實也不是很冷 我感覺我是外面街上穿的最多呢 我像一隻熊在路上走 然後他還來了一句 是啊 感覺你穿的好多 我也不知道他這個是啊 是贊同我說我自己像隻熊嗎 難道 然後呢 我只是覺得 然後然後 然後他又開始夸 他說 他說 他說哇你好漂亮 他說這衣服雖然厚 但是好可愛啊 真的好漂亮 然後我又 我又愣在那兒了 我實在是被尬住了 我其實真的不知道別人夸我 我應該說什麼 我也覺得你沒有很想夸我 而且我尋思著 我只是來 我只是來看個床而已 就是沒有必要 他說穿你這樣特別好看 我就 嗯 我說 對呀 我實在不知道說什麼了 謝謝早點水餃的迷路兄貞 然後再走到下一家店 戴這個口罩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戴這個口罩 他在說這話 妹妹你好漂亮 我就 我當時 曼道斯在想 今天怎麼了 這個家居城的人怎麼了 怎麼了 為什麼 我不理解 你們是交了錢要來尬我的嗎 不必啊 我就 我是來給你們交錢的 不是讓你們來尬我的 真的不要尬我 我那瞬間 曼道斯說救救我 救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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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直播就很尬了 為什麼我出來 我出來走個路 我還要被人這樣尬兩下 救救我 我那瞬間曼道斯都是 然後 後面就是 看這個床 一直在講假 然後呢不知道為什麼 我爸剛才在講著 他不要說 妹妹這麼漂亮 這麼可愛 妹妹很喜歡這個床 老闆就給他拿了唄 那什麼時候我真的 我真的也是 我尬思說我跟你講假 關我可愛有什麼關係嗎 為什麼要戴上我 我不理解 那我這時候應該說點什麼了 算了我閉嘴吧 然後就全程坐在那個地方玩手機 好無語呀 就是活生生的 就是說 被尬到了 噴個叮叮叮 噴個叮叮 噴個叮叮 我發現我爸特別厲害 就是那個床 最後跟人家講便宜了 差不多九百吧 然後呢 還順了 還順了兩人 順了人倆 乳膠枕頭 我願意將他稱之為 史上最省錢的操作 就真的是那種 極限拉扯 給我聽暈了 我但是覺得 怎麼會有人 怎麼會有人答應的呀 結果最後我真的 離那兩個枕頭從那裡面出來的時候 我是 我是震驚的 走出來都覺得 這件事情很不可思議 然後我躺了 我躺了20年 快20年的上下床了 就是很多小朋友夢寐以求的上下床 是我早就想要換掉的床了 我終於要有一張 自己的單人床 然後我爸說 我爸說這個狗要跟著我一起滾到我的床上去 他說他不可以再 他不可以再放在他的床上了 他說你自己把它安置在你自己的床上 我說行沒問題 我說都有一米五的床了 我肯定會分他一點的 至於分不分 到時候再說吧 不知道 我也還沒見到床 因為他是那種 就是 反正不重要這個問題 我之前一直想在 一直想在淘寶上買床 因為我這次買的 我覺得就是 我也能接受 它是那種沒有床頭的床 然後下面有收納 我覺得也是可以睡的 然後我爸媽就老覺得我在宿舍買那些 就是我在 我在公寓那些買的東西都是些垃圾東西 他說你在宿舍裡用得了 沒有必要搬回家裡來用 就我長這麼大 第一次看到那種 就是那種 他死命要給我花錢 我死命不要的那種 這他非要花錢給我買個好點的床 我非要說我就是要那幾百塊錢的床 然後呢 非要給我就是 在 就是 就是家裡是那種櫃子也是定製嘛 然後呢 也是那種 非要我訂一個 非要給我訂一個梳妝 就是那種化妝台 他說你長大了 他說這個電腦桌什麼 書桌就不搬過去了 然後呢 非要我訂一個梳妝台 我說我不要 我說我天哪 我在淘汰上買個桌子 我爸說 你真的不要把那些垃圾搬回家裡 我說我吃得挺好的呀 我說就哪裡垃圾了 垃圾 嗨晚上好 反正就是 每一次 交涉無果之後 都會以失敗告終 但是我爸如果最後會同意我 那一定是因為我看上的東西 實在是太貴了 我今天 澤基穆斯 那個床墊 一眼看中了一個床 好家伙一問一萬三 我那瞬間 他說 然後我就直接轉身就往外走 他說 他說 怎麼了呀女時事 他說 怎麼女時事可以 就是說他說 還有可以商量的呀 是款式不喜歡 是顏色不喜歡 還是覺得什麼什麼價格不合適 我說太貴了 他說 我們下面也有便宜的床的 下去一看 9998 我不理解 9998 你在跟我說什麼 9998 9998 你居然跟我講 你們下面有便宜的 便宜的 好 幸好 本來就是抱著一種 就是長長見識的心態 去看一下穆斯的床的 因為我真的 就是我真的是一個淘寶上 就是那種幾百塊錢的床架子 我也能接受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 我爸非要花錢買這個安心 那我也覺得就是花個幾 一兩千差不多了 就是多了實在是沒有必要 你張嘴給我開個一萬三 然後告訴我有便宜的 好 一萬 9998 那那那跟一萬三 比起來 確實是便宜了很多 你說的沒錯 有錯的不是你 是我的錢包 是我 是我沒有見識 然後 是雅蘭還是哪家店 搞了個活動 叫做什麼買床墊送床 我一眼看那個牌子 我說這等好事 問一問 我說床墊多少錢 他說我們床墊一萬四 謝謝 我說謝謝 我說啊 挺好的 然後就走了 他說確實是有點貴 那我們這個很划算 他他他會送床給你 我那時間 嗯 嗯 謝謝 你說的很好 但我不要 謝謝恩一 恩 那那是這樣的嗎 謝謝你的螢光棒 哇 十個螢光棒 我今天蠢蠢的是在 就是家居城 有被 無語道 床單好幾千 我還在團邦買著99塊錢的床上四間套呢 你這我怪不好意思的 我覺得我像一個簡破爛的 呵呵呵 為什麼呀 可是床單我覺得就是 這兩三百我都能理解了 就我以前也會買那種很貴的 就是我有兩套很貴的床單 也是那種就是那種稍微好一點的牌子貨的那種床單 但是那個床單真的用了很多年 可以說是我小學六年 就我床上現在這個床單 不知道你們看見就是啊 它有點 它有點過於的卡通 但是 但是 它是在那種家居店正兒八點的品牌裡買的 但是這個東西已經用了十幾年了 呵呵 就是說從某種角度上來講 我還是一個非常節 我是一個非常節儉的人 我是就是 就是 就是 就是來到了團裡才發現好多東西 跟我認知的不那麼一樣 然後我在學校和 我在學校住了四年還要來中興這兩年 我買的東西我買的床單 最貴的可能也就兩百塊錢 呵呵 兩百塊錢的四間套 呵呵 謝謝 VG的 是怎麼讀嘛 謝謝你的螢光棒 謝謝慢慢慢慢C的 糖果 天啊 就是我覺得 就是實在是貴的有些離譜 就是 就是 就是可能現在賺錢了 然後我才能想像到 就是我才能想像到 以前我要這些東西 我爸媽一次性付出去 一兩千買套床單被子什麼的 在那個時候還覺得很 那時候還覺得很 那時候還覺得其他要三四千啊 我只要一兩千的很貴嘛 現在才覺得 就是我一個月的賺 我一個月才 我一個月的工資也才兩千塊錢 然後我這 我這買個 我買個床上的四間套 我就要把 我就要把這兩千塊錢全部付出去 我覺得那一瞬間我就覺得 就是有一種非常 有一種心酸的感覺 就是覺得 不行 就 其實我已經 我從來就是 我一直是一個 對於錢 我雖然說我很愛錢 但是那只是基於就是我覺得 我想要 我買我想要就是我平常買的東西 能買的 我就想要穿的裙子 我能買就可以了 因為我也不是 我也我也 就是不追什麼奢侈品 然後我買衣服也是那種 我也很少去逛街買衣服 我都是那種淘寶 可能 可能就是 說誇張一點 一千塊錢我可以買個五六套衣服的人 所以我就覺得只要我賺的錢 能夠這個 能夠這種標準 讓我買我自己喜歡的東西就夠了 然後後來才發現就是 我只覺得我家很窮 沒有想到的是一頭床的有兩千塊錢 我家是很有錢的 我每每想起來知道 我天哪我家竟然也挺有錢的 就真的是打工了才會發現 爸爸媽媽的不意 然後所以現在我也不怎麼跟家 我也從來不跟家裡拿錢了 然後每個月我也會往家裡打錢 就可能我就是 就像我一個月可能賺個賺的少 我那一次也賺一個兩千塊錢回來 然後我覺得自己可以少花一點 因為我現在已經開始在學著寄賬了 然後就是每每你看到自己寄的賬 你就會覺得一天天哪 你一天怎麼會花出一 你一天怎麼要花出一百多塊錢呢 太誇張了 就正常來講就是你吃個飯什麼的 其實一天一百塊錢 但是我真的就是我來團力之後 我就覺得 就是我剛來團力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賺錢嘛那個時候 就大家老喜歡你出去吃飯出去玩 那個時候就是 有時候出去一趟一花就是一兩百 那時候還覺得沒關係啊 自己賺錢了 然後現在就是開始要省錢了 然後覺得自己一天花一兩百真的好離譜啊 謝謝NNA的螢光棒 然後我就告訴自己我一個月就是 因為我以前上大學的生活費一個月就是兩千 然後呢 反正一個月也賺不了多少錢 然後呢我又要賺兩千給家裡 其實身上也就剩個兩千多 然後覺得 就是准自己買兩 就是買一點自己喜歡的東西 然後剩下就留著省一點吃一點 謝謝遊樂王子的螢光棒 啊所以呢我打了一個非常精打細算的打算 我準備把銅鑼燒帶回來 讓我爸等一下去絕育 這樣就不用我出錢了 說到底還是在吃家裡的 怎麼會這樣呀 怎麼會有人二十多歲了還在想放 射法的坑家裡的錢呢 不要我都沒吃的我還要省給他買 想什麼呢 今天早上我起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沒有這麼 就是我沒有在廣州這麼的冷過 我暈 然後我換了就是做了頭髮 在那邊正好把衣服換了 我穿這個短裙往回跑的時候 那個路上我覺得我人生得到了升華 太冷了 我覺得我已經結冰了 我家裡不會坑我的 你們好黑暗呢 大概這就是 大家看到的世界不一樣 說出來的話也不一樣吧 就那種還有那種擔心就是 家裡會分就是 爸媽就是會分什麼錢那種 我也覺得很離譜 就是這種事情在我們家 我應該想像不到的 好醜 不行 我不能這麼幼稚 我是個大姐姐 可是我每天卻在為狗分走了 我的水果而難過 狗不給我分錢就算了 他還要分我的吃的 真的我在中 我在那邊都不買水果吃的 所以就是每次回家 我都要把我喜歡吃的 喜歡吃的梨呀什麼都要吃個夠 我再走 結果現在居然出了一隻狗 要跟我搶梨子吃 這太不科學了 這真的是離譜至極 然後回了老家又有小鈴鐺跟我搶肉吃 這個世界怎麼了 為什麼慘的永遠是我 為什麼男生的歌這麼高呀唱起來 謝謝 謝謝斯蓋的平安果 是啊 我自己吃泡麵呢 他都不給家裡賺錢 他還要分我的水果 多無虞呀 幸好他不會講話 不然我也會被他煩死的 他肯定是那種 就是那種 啊好不好嗎 我要出這個禮 你讓給我嗎 好不好 我這個人最頂不住別人撒嬌了 就我不吃硬 但是我非常吃軟的 吃你媽我覺得不可以 就是你要是太兇了 你要是太兇了 我就會有那種逆反心理 但是如果你一旦很溫柔的說 好不好 那種 啊好好好 去去去去去去 買買買買買買 吃吃吃吃吃 做人不能心軟 特別是不要被女人騙 所有會撒嬌的人都不要聽他 聽醒他們的鬼話 嘴上說的鬼話都是為了騙人的 不知道 我跟他又不熟 唱個歌吧 最近有很喜歡的歌 欸為什麼他 嗯 被下架了 Why 俺最愛的歌 莫迪勒 你無所知 登登登 九點鐘了 好晚了 該洗洗睡了大家 寂 沒有地址的心 這樣的情緒 有種距離 你放著誰的歌曲 是怎樣的心情 能不能說給我聽 雨 下得好安靜 是不是你 偷偷在哭泣 你 幸福 幸福 真的不容易 幸福 像一末的北極 有我愛你 我可以 陪你去看星星 不用再多說明 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我不想 又再一次和你 分離 我多麼想每一次的美麗 因為你 多播一會 打妹喔 那些說要看我直播的都是小狗 都不看我的直播 都不跟我聊天 大家對我沒有興趣 我只能每天出現一小會兒 物以稀為貴 我已經不怎麼 不怎麼吸引大家了 我一直隔著播會很煩人的 煩不煩到你 煩不煩到你們 我不知道 反正挺煩我自己的 我就覺得天哪 你是舔狗嗎 都沒人理你 你還要隔著說話 唉 沒意思 就是 虧本的事情咱都別做 早點下班 及時止损 不容易 在你的 所以我就是上來 分享分享 開心的事情 因為我再分享下去 沒有人跟我 沒有人跟我聊很多的天 我就不想聊了 那開心的事情就變成 不開心的事情了 我才不想被氣出病來呢 那太沒意思了 就是錢沒賺到 還要倒貼錢去治病 我現在經常告訴自己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一定不要生氣 我每天都告訴自己一次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生氣的錢就 生氣呢 我們就當作這件事情 沒有發生 我們採用 逃避法 去解決一些 令人生氣的事情 所以現在我覺得 我每天過得跟一個 就是 跟一個 菩薩一樣 我非常的 我非常的 就是 不想生氣 但我又每天都在生氣 為了讓自己 為了讓自己不要住院 我決定 以後要少 看一些 讓自己生氣的 東西 少幹一些 讓自己生氣的事 真的 我每一次直播就是 就是一件讓我生氣的事情 因為我每次都會覺得 就是 大家不理我 是因為我這個人很無趣 我會覺得我很無趣 我還非要綁架人家來看我的直播 我就覺得我這個人怎麼這麼不講道理 然後我就會被自己氣到 就每次告訴我 啊你沒有自知之明嗎 你不知道自己很無聊嗎 你還天天隔著直播 你還怪別人不理你 然後我就每次自己跟自己生氣 氣了 我覺得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咱少播一會兒 少播一會兒 你講完開心的事情 你就下播 反正也沒人理你 咱有人理呢 就多播一會兒 我現在就是這種心態 我非常的 平淡 平靜 心如止水 沒有發現我現在說話的語氣都非常的平 就是非常的平穩了嗎 有趣的是你們 不是我 我一點都不覺得有趣 找你誰的身體 我不想再用我的快樂 消耗我的快樂 去帶給 根本就不就是 沒有什麼意義的事情了 我現在為了每天開心一點 我就讓自己非常的平淡 就是我有太多太在意的事情了 現在我就覺得 不要那麼的在意 只要能活著能呼吸 就可以了 咱們不要在意太多東西 生活就會變得快樂許多 就比如說 你看我會覺得 大家說的話 我不知道怎麼接 那我就自己講自己的 以往呢我就會覺得 為什麼我講話大家不理我呢 我就會很生氣 現在我就會覺得 算了大家不要說什麼 那正好我自己說吧 就是大家都不要阻 都不要阻擋我一個人隔著發言 這是我的一個發言大會 等我發言完了 我就會自然而然的 離開這個地方 所以我每次都告訴自己 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 你就是來做個分享的 分享完了 你看老師在台上講課 下面的人會聽嗎 那老師還不是一年四季的 都在講課呀 所以呢你只要來講你的事情 就好了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聊天的 你不能去強迫別人跟你聊天 我每次都這樣告訴我自己 其實我看到一些生氣的 我也是看到一些生氣不會講話的人 我也是覺得 沒關係沒關係 大家性格不同 講出的話就是不一樣的 我們要有包容性 所以我每次都告訴自己 不要生氣 我現在就非常的 每天在告訴我 我每天說的最多的話 就是不要生氣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其實真的很生氣 但是還好 我現在已經能夠把我的語氣 控制的非常的平穩 謝謝VG的螢光棒 沒事再熬一會兒 再熬再熬一段時間 我的頭髮就跟我一起出家了 對到時候 到時候再也不會焦慮了 因為已經沒有頭髮可以掉了 那時候焦慮就不知道掉的是什麼東西了 然後就告訴自己不要生氣不要生氣 不然你就會倒霉到還要花錢去做體檢 就每天現在抱著這種心態 我就覺得生活雖然過得平淡了許多 也沒有什麼很開心的事情 但是就是 也沒有什麼很不開心的事情了 就覺得 好吧好吧 生活都是最終會歸於平淡的 咱就這樣過吧 大家嘴上說的話實在是太沒有意義了 真的 就是有些話 從嘴裡說出來 不論是好話還是壞話 從嘴裡說出來都非常的輕鬆 只有 做到了 才能當真 可是我又太容易相信別人嘴上說出的話了 所以現在大家那種嘴上說說什麼很喜歡我 我就覺得 嗯好好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以前我特別在意每一個人說喜歡我 然後我就覺得 大家一定都很喜歡我 那我不能讓大家失望 後來發現 嗯你只是在自我感動 根本沒有人在意 只有做出行動的才能叫真的 嘴上說的永遠是最沒用的東西 我也能嘴上說 我明天就要報復了 大家好明天我就是富豪 等我當上了世界富豪 我就給大家的推送十個用FR點 然後明天我就會實現這個承諾 那嘴上我也是這麼說的 明天赴明天 明日何其多呀是吧 所以說 最討厭嘴上一直在說 卻從來沒有見過的人了 我以後不要再把期待 給到這樣子虛無飄渺的東西了 每每這種時候我就會很破房 破房的是我 天天破房 咋的了 都破出 你們破房都住在別墅裡了吧 啊 別野 嚴謹一點 反正我覺得我已經住進了高樓大廈 我每天都在破房 我真的有好多房啊 謝謝呆呆大師兄的螢光棒 真的 嘴上說出的喜歡是不需要負責的 嘴上說出的任何東西都是不需要負責的 更別說只是打出來的文字了 我以前非常的理想主義者 我就覺得 啊沒事呀 我說說我好喜歡你就是好喜歡你 我打了字 就覺得非常珍惜這些 現在覺得 嗯都沒人珍惜我 大家從來不為自己說出的話負責 為什麼我還要這麼看重這些 我長大了 謝謝大家 讓我明白了什麼叫做 珍惜自己才會快樂滿滿 確實打字就算數的那是假方 誰呀誰珍惜我呀 一定是我的爸爸媽媽吧 一定是我的爸爸媽媽吧 不 我不好看 不用誇我啊 我不喜歡被誇 銅鑼燒要是珍惜我 那真的是太陽從 那就是太陽在晚上出來了 我就是銅鑼燒的甜狗 我就是銅鑼燒的甜狗 還沒來得及好好愛過一個人 就老去了 在我成為靜靜又跳的大人之前 讓我再潦草一遍 在我成為隨意而安的大人之前 讓我再偏扯一遍 在我成為一笑而過的大人之前 讓我再飢餓入愁一遍 讓我再 讓我再 非常 很擅長 很擅長跟人聊天的人 建議大家都開心生活好嗎 謝謝石地仔不刷牙的螢光棒 謝謝渡邊君士 故心俱樂部樂隊的平安國 到了我最喜歡的歌了 每每每公演結束 唱起這首歌都會覺得 真好 就每次唱這首歌 會覺得我還愛 我還可以 都曾經想過 也曾流淚過 擦乾後向前直走 在雨過天晴河 我們牽著手 往藍天山夢海事都說 我全都夾加油 這一生彼此守候 不寂寞 就用盡全力 也用盡全意 是啊公演又要結束了 這就是我們的不負眾望 願大家都能不負眾望 美美就覺得最喜歡這種感人的環節了 那個時候覺得在劇場裡真的是太好了 我最喜歡跳公演嘍 I like公演 我要成為劇場女奴 跳公演是最開心的事兒了 劇場裡的女奴是你 終於我來到了這裡 我不敬業 我只是想賺錢罷了 在賺錢裡面 眾多賺錢裡面 最喜歡的是賺錢賺的最不多的跳公演 謝謝 謝謝閃光裡願望的奶茶 可是每個人都想不負眾望啊 卻忘了其實你最不應該辜負的是你自己 大家都在為了不負眾望而活著 卻發現 你過得一點都不開心 因為你辜負了你自己呀 讓我們好相迎合 終點回合 謝謝 你的名字好長 最後一支正素粉的奶茶 別破防我求求大家了 我聽不得破防兩個字 我聽到就會覺得很煩 謝謝遊樂王子的奶茶 真的我其實是一個小孩子 我從小到大 雖然我非常會照顧別人 但是其實更多的時候 我都是被照顧的那一個 然後永遠都是我跟別人 就是跟我的朋友 就是說我的不開心 就是我從來沒有幫別人解決過 就是 別人的問題 所以我其實不是很擅長這些東西 在嘗試的這一年裡 我覺得太難了 我還是要做個小朋友 謝謝VG的 奶茶 夜神版 為什麼你要叫夜神版 不叫遊樂王子 我們遊樂王子不帥嗎 是 神的幻物 倒也不用感動 我也沒說什麼東西 我都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來的船 雨在不停的逃散 浮浮彩色的門 這種時候 這種時候就應該聽一些難過的 Emo歌曲 讓我來找一些令人難過的歌曲吧 謝謝 謝謝 謝謝愛希希的奶茶 螢光棒 阿 石書君在攢錢看房 石書君你背著我想買房 我也想買房 誰不想買房呢 我也想明下遊套房 但我攢不到 我每個月生活已經非常困難了 就說年輕人哪個沒有 哪個人不想買房 然後對著鏡子說 好多人還在等我 我想我是一個倔強又平凡的人 我要經歷的 我正經歷著 那時候變得堅定 我記得好清楚 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 開始有人為我加油 像是一顆星星 被保護著前進 那笑著笑著 就像哭的心 那 幸好有一些人 不需要我 太多解釋 只要求我 幾十年去換一點點 成就 大人們總告訴我 該怎麼做 我一邊聽著聽著 一邊長成大人了 我不想對過去的自己說些什麼 努力就好了 也就足夠了 那時候變得堅定 那時候變得堅定 我記得好清楚 是第一次有人叫我名字 揮著手 像是一顆星星 被保護著前進 被保護著前進 那笑著笑著 就像哭的心 那 幸好有一些人 不需要我 太多解釋 只要求我 幾十年去換一點點成就 幾十年去換一點點成就 啊 我發現了 人沒有睡夠 是唱不出歌的 我嗓子都是啞的 謝謝天下不喵的迷路胸針 謝謝水利仔不刷牙的奶茶 謝謝調皮小紅的糖果 謝謝劇 是怎麼做的嗎 哇好棒啊 謝謝小多的螢光棒 一個字了不認識 謝謝天下不喵的迷路胸針 我不以謀啊 我說了我現在非常的平靜 我絕對不會生氣和難過 因為我很惜命 現在我要健康的活著 所以我已經在陽間的時間直播了 我要帶大家一塊兒講水 雖然大家看完我的直播 還會有其他的堆要直播 但沒關係 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事兒了 哎我真的覺得我一肚子的娃娃 拍的都覺得他們好鼓 感覺像長胖了一樣 出來吧娃娃們 哎你怎麼倒了 好我下播你就睡覺 好最好是 夢年少時悄悄夢呀 如果老君朝幾分店長大 唱一首開心的歌 作為結束吧 哇我居然久違的又播了一個小時 看吧我也不是不可以自己說話說一個小時的 只要我心情平和 我不生氣 我不生氣我就能很 快樂 也不是快樂 很好的完成我的工作 耶 再努力一點 以後我就能夠回到我開心直播的時候了 我不想當主播不用謝謝主播 好高啊不唱了 換一首歌 哈哈 我不是被磨平了棱角 是已經沒有人願意像去年一樣跟我聊天了 而且我發現有些東西就是說 大家大家喜歡的其實就是一個這樣開心的一個 也不是很開心就是 起碼是一個 不是經常覺得很不開心的小偶像 大家要的就是一個非常甜 你看我還會撒嬌呢 好不好嘛 我唱最後一首歌我就下播了 以前肯定是老子下 老子最後一首歌唱完就下播 現在我不會了 既然大家都喜歡這樣的 我也已經 不知道怎麼去特立獨行了 那樣子實在是太容易惹我生氣了 等我身體好一點之後 我再做回我以前的樣子 現在身體不太好 我不跟自己 我不會再跟自己生氣了 為什麼我居然沒有一首開心的歌 怎麼會這樣 哎呀腰好痛 我怎麼變成這樣 小虽然怎麼出去 不是一 Defence 诶 怎么找不到啊 这个时候 又这么善解人意了 我没有一首开心的歌 怎么会这样 看我的歌都是什么这样子的 就很难有一首 为什么有一首开心一点的歌呢 安眠药是什么 吃的吗 我曾经也想过 一了百一了 怎么说 我发现我真的不爱听快歌 我很开心啊 为什么 为什么要听开心的歌 我今天一个小时 心情非常的平稳 我觉得今天是健康的一天 我曾经也想过 那被飞起的港口 一个人正在清冷的街头 想出发却不知该往哪走 昨天的影子依旧在今天残留 好烫嘴呀 我曾经也想过 我曾经也想过 一了百一了 被掏空的心已经无力承受 穿梭索在灭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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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枯朽 梦醒之后还有什么可以挽留 这边怎么这么小一撮呀 这首歌是我的最爱 这个是 那个我曾经也想过一了百了 中导美加的那个日文版的 那个中文版 也想过一了百一了 在追着风筝奔跑的时候 终于还是断了线 就算我不肯放手 一彩徒劳只是个残忍的玩笑 想困兽渴望自由 没有出口只能用力伺候 无助眼睛还看得见丑陋 我的痛苦会来深究 这一切不过再和自己战斗 不管属于否结局都是荒谬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可是啊 好高雅 我曾经也想过 一了百一了 被当作天使心肠无药可救 我一直都在哭泣 没有开心的时候 只是因为 孤独的心渴望拥有 我很快乐 为什么非要叫我快乐点呢 我不开心吗 我很开心呀 我还能唱首小田歌呢 我只是一个容易容易 带入感情的人 对对对 一了百了是最好的 我那时机有段时间非常喜欢这首歌 就是他让人很阴谋 但是他又觉得他在结尾的时候又告诉你 都还都会好的 虽然一直觉得都会好的 会越来越好的 就是支撑着大多数人 走过一年又一年的生活的 虽然可能生活一直都没有好 但是我们好像一直都是抱着这样的一个期望在过着 就觉得 有期望 就算站在黑暗里 也挺好的 总好过一丝光都看不见吧 因为 能有你这样的人存在于我的心间 让我开始有些期待这个世界 跟那块还有什么歌 聊到歌这我就不困了 我也是能唱首很甜很甜的歌的 这个是什么 啊这个是吗 啊是 要住进你心里 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 我想你遨游太空里 做时光机看银河系 就我和你 你冷傲都被我承包 你要接受我无力取闹 你嘴角微微一笑 空气都变甜了 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 你是否也会有期许 想贴气感受你呼吸频率 去体会你所有的情绪 就让我靠在你的怀里 好高哦 我发现我真的唱不上去了 看吧 多甜呀我 我想到之前曾家非常好笑 他那天 就是我们那天不是穿的上衣服很可爱吗 他跟我借了个头是 突然搁我背后来了句 爷真 那个什么可爱 我那天啊 你说什么 我说怎么会有人用的这么 怎么会有人用的这么爷们的语气 说出这样子的话也真可爱 那瞬间觉得 你是蛮可爱的 没当心在天空闪耀 就是我想你了 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 你是否也会有期许 我贴近你 用你呼吸频率 去体会你所有的情绪 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 来为你唱情歌一句 愿为你用尽最好物的比喻 都藏进我脑海的记忆 就让我掉进爱情海里 不可以这么快乐的歌结束 我要大家跟我一起 EMO的睡觉 那找首什么歌来听听呢 我爱十二岁时会想起当时多么想谈恋爱 妈妈说就让她来 然而在我三十二岁时发现我没太多的心去等待 她失去某种色彩 得不到的就更加爱 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其实谁不想遇见真爱 爱的绝对爱的坦白 以为遇上了就会明白 但每次她只留下星空一片的感慨 越来越不懂爱 好像也不是很阴谋好 大家都是单身有什么好阴谋的 换一首 我四十二岁的我 学生的眼光 你做了很精彩 哎为什么我的阴谋歌没有了 换一首 是我单纯喜欢这种歌 我就 非要唱一首我才想不 天黑了你在哪里等我 在孤单的清风 我大雪的操场 在夜深在黑暗中做梦 你抓一枚疑惑 说像做太阳 在人海装着脚坠风 在角落温柔天使伤口 你决定了前来遇见我 那个你呀 要做灰发光的大人啊 别怕别怕别怕 勇敢的长大 你认得我吗 你认得我吗 独一无二的那颗心啊 因为我有你的棱角和风 哎 还是不舍得把大家拉进黑暗里 为什么呀 我都不会 我都不舍得 就是 让别人难过 可是却总被人 让我难过 我寻思着我也没造孽呀 我记得得还不够吗 下雨了你在哪里等我 在无悔的最后 说再见的路口 在我曾怀疑我的时候 你很苦的回首 说笨蛋快走 在城市巨大的迷宫 再没人听见我的呼救 你哼着歌前来遇见我 哦 那个你呀 要做灰发光的大人啊 别怕别怕别怕 别怕孤单的长大 你喜欢我吗 努力未曾任失望吧 多远多风多痛 都知道对吗 当我仰望星空 当我回首出衷 当我回首出衷 啊 谢谢实际在不刷牙的云光棒 啊 哈哈 啊 抑露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唱歌 不唱歌哦 点一首歌一个皇冠呢 我的视频翻牌猜多少钱 跟你呀 要做灰发光的心情啊 别怕别怕别怕 你的不一样 你认得我吗 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多远多风多痛都值得对吗 不点歌哦 不点歌哦 我一直觉得 就是唱歌 和我的声音 已经是我最后 比较值钱的东西了 唯一让我觉得 我不是那么廉价的东西 所以那种 就是 那种语音翻牌 和视频翻牌 要我来念一段话的 我配音很贵的 不可以哦 我很早很早之前就说过 我不接受视频和语音翻牌 点声注点歌 我也不配音 我只剩下这些东西了 我不能让它变得廉价 我已经很廉价了 他们不可以 没关系 我这不是在说吗 想听我讲话 可以就是发语音翻牌跟我聊 反正天这么冷 大家都不想打字 哇 我真的久违都播了一个小时了 好了 趁着今天心情平稳 我要下播了 再见 早睡早起 巴巴里哦 我词